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明 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在2021年Apaq亚洲大会上 在可观测信这一个分论坛上和大家去聊一聊 如何利用Apaq API 6去提升NGIS的可观测信 NGIS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开源项目 它从开源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有20年的一个时间 在全球有超过30%的流量都是通过NGIS来处理的 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都是通过NGIS 然后作为他们流量的入口去分发他们的API 微服务为全球的用户提供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一些请求的一些服务 那么NGIS在可观测信上呢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多的问题 后面我们会单独来提到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是去聊一聊 我们怎么去增强NGIS在可观测信上面 特别是在云云云双的环境下面 怎么去提升NGIS的可观测信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然后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温林来自深圳支流科技 我是API7.IA的联合创始人和CEO 同时我也是API7顶级项目API6的PMC主席 我是API7人基金会的Member 也是API7孵化器的PMC成员 然后我们首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API6 因为API7基金会呢其实API6在里面 算是非常快速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开人项目 我们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 把API6从16科技捐赠给了API7人基金会 然后通过了9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从API7人基金会毕业 API6呢简单的来说 它是一个云原生的API网关 在API6里面呢我们所有的功能 包括从路由证书上游插件 甚至是我们的插件的代码 所有的都是热加载的 API6通过两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现在有50多个插件 所以你可以基本上认为从身份认证 限流限速 安全 可观测性等等各个方面 都已经有了这种非常成熟的组件 可以开箱即用 API6呢现在不仅是可以处理 HTTP HTPS这种 大家经常看到的七层的这样的一些流量 也可以处理TCP UDP这样的四层的流量 以及类似于MQTT这样的物联网协议 还有和DoubleGIPC相关的这种 我们在东西线流量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协议 除此之外 API6才陆续开源了Ingress Controller和Mesh 分别可以让大家在KBIS的环境下面 以及在服务网格的环境下面 去更好的去做流量的控制 这是API6的一个简单的技术架构图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API6分为了两个部分 在最左边我们叫做数据平面 右边是控制平面 顾名思义 数据平面是只负责去处理数据本身 他不用关心各种配置 然后各种和访问全线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都不用关心 他做的事情就是能够把从中端 从浏览器 从IoT设备过来的流量 能够安全快速的分发到指定的服务上面去 比如说这些服务 可能是合作伙伴的服务 或者是公有云的服务 然后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 用代码写的这种私有的服务 在这个过程当中 API6内部集成了50多个插件 这些插件 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搭集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通过这种可插拔的搭集目的方式 就是在API6的技术架构上面去搭建我们自己的插件 这些插件是可以自定义的 我们现在不止支持大家用LULA来写插件 同样我们支持使用类似于Java Golang Wassam等等各种主流的开发语言和开发框架 然后给API6去贡献你自己的EU逻辑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牵扯到了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可观测性 我们知道从终端的流量通过API网关 然后最终到后面的各种的微服务 它整个调用链可能会非常的复杂 因为微服务之间还会有一些调用 甚至会去调用一些数据库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插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些服务出了问题 那么我怎么能够快速的知道这些问题出在了哪 哪个地方的耗时最多 哪个地方的服务成为了瓶颈 然后哪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安全的引化 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能够看到整个和API微服务和API网关 相关的运行的一个状态 这就是可观测性的意义所在 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侧也就是ControlPlan 控制平面上 我们有一些大家都会做可观测性 都会知道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Skywalking 普隆米修斯和各种范围 API6的DataPlan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对应的插件 比如说API6有Skywalking的插件 有普隆米修斯的插件 有ZibKin的插件 然后还有各种和日制相关的插件 我们会在网关运行的过程当中 把这些数据收集完 然后传给 右侧控制平面这些插件 然后在控制台上都能够展示出来 这算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通过这些插件 可观性的插件 发现了系统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的采样率是1% 我希望提高到10% 或者是说我现在发现 某一个系统的服务出现了问题 我希望把它能够快速的摘除掉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控制平面的作用所在了 我通过可观测性的数据 分析出来系统的问题所在 然后通过控制平面 通过我们提供的Admin API 它是这种RESTful风格的API 能够把这些数据 写入到ETCD的集群里面去 然后我的数据平面 就会订阅ETCD的变更 实时的去拿到管理员下发的配置 然后在内存里面实时的生效 这个就是API-6和NX非常大的不一样 API-6所有的变更 都是在内存级别实时生效的 再也不用reload的服务了 这是API-6的一些典型用户 正是API-6它比较简洁清晰的一个架构 以及它能够动态去修改实时生效的 这样的一些能力 并且在可观的性上有非常一些丰富的插件 那API-6整个开源项目的发展 以及它的开源用户 以及非用户的发展 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这是API-6一些典型的用户 从金融行业的台康人寿 Airwallex 到一些制造行业 像欧盟数字工厂 像美国航空航天局 再到互联网公司 像新浪微博 好未来 新东方 以及一些公共云厂商 像腾讯 清云和中国移动 这些公司都是在深度的使用API-6 然后说完API-6之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API-7 API-7是API-6背后的开源商业化公司 我们已经从真格 真诚 顺为和经纬 这些非常 中国非常头部的一些美元基金 融资了数千万的美金 然后去帮助我们开源项目和开源商业公司 能够更快的发展 在我们公司里面呢 所有的员工都是远程工作的 大家分布在全球的三个国家和12个层次 我们提供API-6原厂的支持 以及基于API-6的这种商业的产品 说到可观测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只使用原生的NGX 以及这种原生的开源版的NGX 我们可以看到NGX是怎么做可观测性的 其实呢你在NGX里面 你能够做可观测性的手段非常的有限 甚至你可以说NGX并不具备原原生里边 所谓的可观测性 NGX里面呢我们只能通过C模块 去拿到一些有限的统计数据 比如说大家都清楚的这种 STOB status这个Module 我可以通过这种C模块的方式 去拿到一些非常有限的统计数据 然后如果你要拿到一些更丰富的统计数据呢 就会有一个第三方开源的项目 叫VTSModule 通过这个Module呢 我们可以重新编译NGX的原代码 对你需要重新编译自己的NGX的发行版本 然后呢通过它的exporter 去对接我们的普罗米秀斯和Granfinal 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VTS里面读的一些数据 传到普罗米秀斯并通过Granfinal展示出来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呢 其实VTS提供的数据也算比较的丰富了 为什么说NGX这时候还不具备可观测性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是因为在VTS里面很多的配置都是写在配置文件里面的 那么我如果不重启NGX 我是没有办法去修改和可观测性相关的配置的 比如说采样率 比如说我只想针对某一个location采样 而不想对全局采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就没有办法很方便的动态的去增加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如果我想增加一个指标呢 我现在的指标不够用 我想增加一个指标 那么我就需要去修用C语言去修改VTS这个module 然后呢再重新编译NGX的二进制包 然后做NGX的二进制替换 然后重启 这整个过程其实都非常的重 如果我们要新增一个metrics的指标 那么其实我可能周期就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会非常的长 然后我们再看 那么就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我能不能不通过Cmodule去做NGX这种可观测性 那么我通过最原始的日志的方式 比如说我记录下来NGX的所有的access日志 并且在最开始的地方 就把access日志的格式给规定好了 我把我能想到的各种的metrics指标 我全放在accesslog里面去 那么我就通过记录access日志 然后一步的来分析这些数据 那么我就可以实现可观测性了 因为我可以认为日志里边所有记录了所有的数据 对吧 我可以回溯整个可观测性的指标 这个确实是ok的 但是它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这些所有可观测性相关的指标 都是一步来分析的 因为我只能首先修改access的日志的格式 然后第二个我要重启NGX 第三个我要去把这些日志落盘 然后我通过类似于Fairbits 或者是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日志的收集工具 我再把它传到我后台的Electric Search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日志分析的平台上面去 然后我在日志分析的平台上面 再做一些配置和一些查询 最终呢我就还原出来了我的可观测性 这整个的链条会非常的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它整个的时间会比较的长 我以前拿一个指标可能只需要几秒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里边我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我才能看到整个指标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会缺少event的观测工具 什么是event呢 event呢就是一个事件 比如说管理员新下发了一个灰度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它就是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会影响到整个API和微服务流量的可观测性的指标 对吧 比如说管理员 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子 用户下了一个灰度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那么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原来某一些应该打到A服务器的流量 就会被打到B服务器 那么这些流量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如果你没有采集event的指标 那么你就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源头是什么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不是一个程序的bug 如果你收集到了event的指标 那么event的指标和matrix的数据之间的变化 就会形成一个关联性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更快的去定位问题 event会是我们在云云生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包括我至于k8s的event 我的k8s的pod是不是重新了 我的k8s里面是会不会有一些故障 也会影响到在endix在网关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观测数据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说了endix刚才在可问的性上 特别是在云云生的这个环境下 可问性上的一些问题 那么api6是怎么去增强这部分可问性的 如果我们只是从tracing matrix login 这些open这些time matrix的数据来看 api6在tracing上面有 skywalking和zipkin的插件 然后在matrix上我们是支持普罗米秀斯的插件 当然你可以把matrix数据同样传给skywalking 然后在login上我们支持了atp的logger tcp的logger totca的logger 以及这种更多的支持大家自定义 去写这种日志的这种logger 而这些所有的和matrix tracing locking相关的这些插件 它们都是动态的 这些动态呢 指的不只是插件本身的配置 同样的也包括这些插件代码的配置 比如说我在普罗米秀斯上收集的数据 少了一个数据 我想新增一个matrix的指标 那么这个时候你只用更新原代码 更新普罗米秀斯插件的代码 然后通过一个raceful的API的调用 那么它就实时的生效了 我没有像index的增加一个matrix指标 需要去重新编译 reload的这样的动作完全的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事例 我们知道在index里面 我们需要收集到完整的matrix的指标 那么我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修改的 日志的这种格式的 比如说我并没有收集到user-agent 这样的HTB头的指标 那么我就需要去修改log format 然后重新服务 那么在API 6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API动态去修改log format 这样的一个数据 在右侧的截图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修改了什么数据 我们修改了atblogger这样一个数据 它有一个属性叫做plugin的metadata 你通过修改它 就把整个日志的结构完全的变了 这个结构是在内存里面直接变更的 我不需要重启服务 然后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日志也是不需要落盘的 它并不需要写到磁盘里面 而是在内存里面 我就直接发给了我上游的logger的服务 所以我就从修改到上传 我都不需要ngips reload 也不需要任何写磁盘的动作 这样就会对我们整体的性能 以及从企业角度来考虑的这种成本 就会变得更低 第二个优势是精细化 对于可顾观色性的指标来说 其实我们并没有必要在所有的API上 增加可顾观色性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们只用在一些我们关心的上面 去增加一些metrics logging tracing这样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API 6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路由API 这种非常细颗粒度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去生效 而不是全局生效或者是location级别的生效 同样所有的采样率也都是可以支持动态的 如果我发现这个时间点 我可能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就可以动态的把它的采样率提高到1 100%采样 如果API或者是这个时间段 它的出问题的概率就很低 我就可以把这个采样率去往下降 来降低我整个企业的一个成本 同样的开启和关闭采样的条件 也会非常的精细 我们可以支持NGX的所有变量做一个条件 除了API 6自身之外 API 6也可以和Skywalking Satellite这样的一个项目去做一个配合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在架构图里面 Satellite作为一个编车 它部署在了API 6同一台服务器的另外一个 Docker容器里面 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对API 6来说它是无感知的 它并不知道自己旁边部署了一个Satellite 它也不知道自己要把这些 tracing matrix login的数据需要做上传 完全隔离一看 那么在Satellite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 通过本地去采集API 6的各种可文字性的数据 然后通过GIPC 通过MTLS这种加密的方式 传给远端的Skywalking的服务器 这样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架构的一个分割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Access Log Service 这种方式我们简称是ARS 我们把通过API 6的详细的访问 这给发送出来 这样有什么一个好处呢 它好处是说我可以在普通的Access Log上面 去增加一些特殊的字段 便于生成类似于TOP图 聚合指标等等这样一些高级的功能 同样的我们借口Skywalking 可以去解决普洛米修斯 在API网关里面的URI 颗粒度Matrix数据过于庞大的问题 因为普洛米修斯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 它解决的并不是去解决 类似于API这种成千上万 甚至到几十万的这么大的一个 颗粒度上Matrix数据的这样一个 一个诞生的初衷并不是这个 所以它在处理非常大量数据集的时候 就会遇到一些平静的一些问题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Events API 6已经增加了对于Events的这种可观测性 这种观测性包括在API 6里面这种通过ETCD的配置的分发 然后整个包括ETCD cluster 包括API 6 cluster的这种变化 以及上游的健康检查 这种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异常 类似于这种我们都叫做一个Event 我们把这些Event和Matrix数据进行一个结合和对比 我们就能非常方便的诊断出来 现在系统出现的原因出现的各种异常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程序的bug还是它是一个有某一个Event来触发的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是某一个Event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回滚掉它 最终我们来再总结一下 在游元医生时代里面 可观测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能 而Endings在可观测性上 它就只有Simple Quar 就只有Access Log 这样两个比较简单 而且扩展性不够强的这样两个解决方案 那么API 6增强了什么呢 我们增强了动态的能力 我们增强了Event的这种事件的这样的metrics 同时我们也增强了类似于Satellite 这样的一种鞭持的解决方案 所以API 6在Endings的基础上面 增强了非常多的功能 你可以认为它是现在 如果你在使用Endings 那么通过API 6 你能获得最好的这种可观测性的增强方案 OK 这是我简单的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对API 6对于可观测性上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